这些惊险的场面 今天中午在新北市的深坑北深路 惊传有公车被货车上的 鹰架砸到酿成意外 那么幸好车上除了驾驶轻伤以外 无人伤亡 后方车辆驾驶看到前方惊悚 一瞬间忍不住放声尖叫 一秒而来的货车鹰架就这样 应声滚动 扎向一旁一辆新兴客运819号公车 公车突然一刹车 让后方机车骑士也跟着跌倒 透过公车上的监视器画面来还原 之间稍早驾驶 还好的能跟对面来车的司机打招呼 一切看来都没有异状 不过下一秒让人措舍不及 驾驶表情惶恐发出惊吓声 3号早上11点多 在新北市深坑北深路一段229巷附近 谁知道公车开到一半 跟对象车道的货车汇车 竟然会发生意外 让目击民众吓坏了 因为大货车车斗上 阴架没有固定好 才会倒塌 事发现场公车挡风玻璃 被砸出一个大洞 侧面车窗玻璃也被砸得一塌糊涂 一旁地上还有掉落的鹰架 双方都有经过九侧 那双方九侧只都是零 热气鹰架砸公车的意外 35岁的流行公车驾驶受当其冲 脸部头部多处撕裂伤 紧急送医 下午两点半驾驶在列书 抛文报平安 而车上三名乘客惊魂未定 想都没有想到 大个公车竟然会遇到 鹰架滚落 记者王成为黄子凤 新北市报道